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6月2号,今天美国还有许多的城市,老百姓在游行,而且在抗疫,个别的地方还在打砸抢,所以说总共有5到60个城市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地为黑人弗洛伊德平权运动而举行的游行。 在我看来呢,本质上讲,他们本身就是这个老百姓蒙在家里边已经好几个月了,那已经充满着不满情绪,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也可以理解,同时呢,出现了这么一个极端的不公平的事情,所以说出来游行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面对美国民众的游行,美国政府咋要处理才算高明。 这几几天以来呢,各个州已经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在镇压这些人,有些地方呢,确实出现了打砸抢,有些暴徒呢,冲进到商场里边去,然后砸开了商场的窗户和门,然后把那边东西,包括鞋子,胸罩,内衣,一个件的抱一抱的,抱到车里边去,而且嘻嘻哈哈的样子。 这些人呢,显然并不是为了给百姓增取权利,而是极大的暴力主义者,但是也有些人是确确实实是为增取权利的,今天上午呢,我看了一个让人感动的事情,有一个黑人的,中年的男子呢,在教训旁边的一个小青年,说你只有16岁,你冲进去商地去抢劫,按照美国当行的法律,你是可以被射杀的,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黑人在教训的黑人,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正义感,而且告诉人们呢,不要进去抢劫。 我们知道,美国社会呢,这些年也在风化之中,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有些家庭是一无所有的,这种情况下呢,疫情中间又赚不到钱,所以说逼着他们出来闹事情。 那么川普的政策呢,一开始也是不合理的,他当然一开始就指责这些暴徒,然后呢,说,这个,要是攻击到白宫的话,白宫会放狗出去咬他们,甚至用最厉害的武器去对付他们。 当然,报名是不在乎这些的,依然包围了白宫,把白宫这边包围了以后呢,这个,逼着白宫呢,马上把川普转移到了地下,转移到地下六层以下的一个房子核弹的野体中间,而且呢,白宫此时就熄灯了,变成黑宫了。 说明川普和他的特情局,还是非常害怕这些事情的。 那发展到这个事情以来,起因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这个弗洛伊德这个警察呢,使用二十元假钞,并这个警察呢,跪在脖子上,然后呢,八分钟以后死亡。 当然,我们从客观上讲,这个警察是有重大责任的。 首先,不应该这么执法,这样执法的话,草劫仍命。 而且,这个警察叫沙文,他已经十几次,再次见十几次,被民众投诉这个暴力执法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坏警察。 当然,任何民族都有好人,都有坏人,警察中也有好人,也有坏人。 所以说,遇到坏警察,我们应该说,增取法律去耶稣助理,耶哥助理,这是正确的。 但是呢,构成一系列的各个城市的打砸墙,这就错了。 特别是我看到昨天,这个整个美国最大的煤锡百货,在纽约34间的煤锡百货呢,被暴徒砸破了门。 而且许多人进去里边,抢东西。 这个,就非常不好了。 而且,游行思维呢,把一些本身不是犯罪的人,利用这个大陆机会呢,便得去抢劫。 没有那么思想道德高唱的人,本身可以不犯罪。 但是,也变成了暴徒。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川普的处理,代表美国政府的处理呢,显然是太偏激的。 使用什么先进武器啊,使用放什么狗啊,这些都是不高明的处理方法。 所以我们分析下,我们是个分析类的栏目,我们分析下川普杂亚做的最好的第一个。 第一个协调,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你也没法指责这个法院。 你应该是独促,或者是指导法院呢,近期去抓紧处理这个案子,把这个案子破案。 第二,鼓励民众的合法思维游行。 美国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不许任何人游行,没有言论自由。 美国是有言论自由,而且游行也是在协法的保护之内的。 所以说,游行不犯法。 这种情况下,川普说,应该鼓励人们去游行,应该鼓励人们去把代行不满发泄出来。 老百姓发泄出来了,那么自然性就好了。 同时,对于打砸抢的人,当然要严惩。射杀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鼓励各个杀地把枪背起来,对于这些抢劫者呢,割杀无弄。 这个也是正常的。 因为什么呢? 抢劫者本身要侵入民宅,侵入人家的商场,抢劫。 这个本身被杀掉也是正常的。 也是不应该追求射杀人的责任的,应该追求暴徒的责任。 所以说,美国应该是高人相继,恩惠并用两种方式来处理当前的暴乱事情。 而呢,川普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发了6万亿美元的钱, 给各阶层的人,特别是给穷人,这个已经做得没问题了。 但是呢,对于这暴徒这些呢,应该是说,告诉各地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 遇到暴徒的话,应该是继续开枪,来射杀。 同时,要鼓励民众,把那些的不满发泄出来。 鼓励各个民众呢,通过自媒体,通过各个方式,通过法院起诉,通过游行示威, 把这个向美国政府说清楚。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科学地处理这个问题。 美国不应该是以人民为敌,以百姓为敌。 而且聪明的政客呢,是把这个事情呢,要充分地缓和地去解决, 把它压下去,慢慢地,通过合理的方式呢,压下去。 而不是,自己的暴怒,川普的暴怒呢,变成一次巨大的民众的抗议活动。 美国人民是有枪的,是不怕这些斗争的。 所以说,如果你政府做得过于过分了, 那么百姓就会起来起义。 而且,这些百姓拿着枪,就会和警察激烈地对抗。 毕竟,你警察还是不容领众多的。 所以说,针对这次极其大规模的,自马丁路德经66年67年幼冬以来, 最大的次游行,最科学的办法呢,应该是, 第一个是围,围和董事将结合的。 应该鼓励百姓把不同的一切发现出来, 把不同的关系讲出来,鼓励人们去游行。 同时呢,要对暴徒去严惩。 对于那些抢劫商店,或者是偷盗抢放火的, 这更应该严惩。 只有这样呢,我们认为, 美国治安运动呢,才会压下去。 但是,治安运动事实上看来也并不那么严重。 尽管,背后有阿提法,一个叫阿提法的这个机构呢,在支持。 阿提法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组织。 我今天打开它的网页,看了一下页面, 它写的是Revolutionary Party, 用的标志呢,是共产党的镰刀和斧头的标志。 这些机构呢,昨天已经被定位为美国的恐怖主义组织。 所以说,这些组织呢, 也将被马上的跟踪和接听电话和接听网络。 所以说呢,相信这场运动很快也就会压下去。 所以说老百姓呢,不要恐慌。 应该是总结一下今天事情, 面对当前民众的游行, 川普政府应该是第一个鼓励民众这种发现的情绪不满, 鼓励人民把观点讲出来。 第二,应该对暴徒呢,急急打击。 只有这种两种NV变用的方法, 才能把这次运动呢,压下去。 此时此刻呢,在疫情之期节, 大家都为疫情呢,感到非常的苦梦。 所以说呢,让人们出来发现一下, 也是个解决的好办法。 好,今天讲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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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